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台面上的观察先来请教雨明老师 好的 今天台股跌了26点 这三天总共涨了318点 去年涨了3200点 我们看看去年的格局 去年这样一整段 从最低点到最高点 总共涨了3200点 那目前又涨了318 所以这个阶段总共涨了3520点 3520点 所以如果很多人说他不怕 不怕是骗人的 除非钱不是你的 反正客户钱乱买都没有关系 要不然怎么可能会不怕 对你长那么多了 台股目前在历史的高点 所以说不怕 怎么可能 那我们说2020年 2021年去年 2021年如果很多投资朋友 如果你没有赚到钱 那今年2022年 你想要赢钱 激励几乎是 我本来要写零 后来就好像写零 好像太残酷了 我就把它写成10% 意思是很微薄 去年这么难做 你都没赚到钱 今年会更难做 那你怎么可能赚到钱 所以我们说股市 当然有难度 有方法 有技巧 你要把这个方法 技巧学会 坏的习惯 要把它隔除 一直用坏习惯 做股票 你是永远都做不赢 好 一切会让你赔钱的 很简单 那都是无效的方法 那无效方法 就不要再用了 你都已经赔一整年了 甚至赔好几十年了 一直要用那错误的方法 做股票 哪些是错误的方法 你自己想一想 你每天早上起来看报纸 然后就去买股票 然后就赔钱 那不是正确的方法 你每次听到群里面说 有人可以说不用钱的 才在藏民不用钱的 你就听这个消息 然后叫你去买港股 最后发现被诈骗了 赔云民连节目都没打折了 怎么会有不用钱的 那为什么要贪小便宜 这心态就是不好 不要有贪小便宜的心态 那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态 想要贪小便宜 那怎么会去买了港股 然后有一个人冒用我人头 然后你就相信 然后这个不用钱的 然后叫你去港股开户 开户买以后 买到一些垃圾股票 不可能 所以一切不好的习惯 不好的心态 都把它隔除掉 好 错了方法把它隔除 会让你赔钱方法 不要再用了 这很简单 第二个 一切会让你赚钱的好方法 就是有效方法 有效方法 很简单就继续用 用到无效为止 股市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我们说反败为胜的第一步 第一个要把你所有的坏习惯 通通隔除 我们刚刚讲过了 你为什么赔钱 检讨一下 你过去做了那么多股票 你用什么方法做的 你跟谁做的 老师我跟一些 这个也是跟头股老师 那你为什么赔钱 因为他每天都买 每天都买三档五档 每天买 每天买 最后发现你没有钱跟了 你买三天就没了 那下次不要再参加了 要参加之前 你就跟他先写好契约 你只会买五档股票以内 超过你就全额退费给我 愿意你再来让我加入 很简单 台北上你绝对不可以说谎 你只要说谎 拿假绩效 拿假的扣信出来 那你就要全额退费给我 可以 可以 可以你再跟 懂意思吗 其实台北上大概就是这几招 这个每次股票叫一堆 带进不带出 对不对 张云都没有这些坏习惯 我从镜头顾道歉了二十几年 我从镜头顾第一天开始 我就说我要玩真的 我不是要玩假的 那玩假就是那些东西 YouTube留言都关闭 为什么YouTube留言要关 操作那么棒 那么多掌听板 YouTube留言干嘛关 每个都把跟你歌功颂德 干嘛关YouTube留言 关YouTube留言就是作解心虚 你为什么把YouTube留言关起来 不是吗 YouTube留言何必关 那干脆公司门都关起来好了 不可以 所以我们说反败为胜第一步 先把你一切坏的习惯 说吧不要了 你不要再用坏习惯操作股票 第二步 找到对的人用对的方法 其实你只要找到对的人 对的人他一定会有对的方法 你用对的方法来做股票 你才能够成为股市里面真正赢家 来举个例 来今天的报纸 Oh my God 多见其发 股价登上十年新高 它主要是有欧富宝 这个要登新贵 力界科技 也要转新贵的 还有什么 还有进军 NFT市场等等 叫多见其发 当今天看到新闻的时候 那像Oh my God股价在哪里 真的在历史新高 在200块附近 对不对 那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两股票 这一整年来 这边涨一小段 然后就盘整半年 很可怜 盘在这里很可怜 那我们看最后呢 最后从这里再涨一波上来 所以你看完之后 你发现一年就是这两波 就两波而已 就短短的时间 这个三个礼拜而已 这个稍微长一点 那如果这一段你没有跟上 这一段你也跟不上 那就没有了 那这两股票就涨一倍 你都跟不上 不是吗 不是每天都有火车 每天都会开 没有这种事 股票不会动的时候 就盘在那里 要死不活 你看这盘半年 一直跌一直跌 跌半年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没办法避开这一段 你没办法掌握这两段 老师我买了就 然后就放着 做股票好像不是这样 那你中间要忍受半年 不会涨 那多痛苦 你每天就只能帮人家拍手鼓掌 好棒好棒 你都涨你买好棒好棒 你就这边坐轮板凳 那不是这样 做股票不是这样 那我们说这一段 看得懂 这一段避得开 这一段又看得懂 那就太厉害了吧 怎么可能有这种了 我介绍一个给你的认识 我们说股票涨 不要买一些烂股票 你不要看他大涨 你买这一段你是没有用 这一段你会这样 做冷板凳半年 你会赔很多钱 你会烂很多时间 甚至你会伤了你的感情 所以我们在多的时候 会涨的时候 兼须就好了 要盘整半年 我们不要理他 好不好 那真的有这样的人吗 还有 6月18到7月7号 这20天 赵安民操作一趟而已 赚40%把它放口袋了 那请问这一段是什么时候 6月18到7月7号 来 再看一次 就这里 就这一段 就这一段才有40% 这里哪有40% 这里也没有40% 很显然就这一小段而已 懂意思吗 这就是6月到7月初 那如果你做这一段 我做一趟而已 做一趟而已 做一趟 我可以40%放口袋了 太完美了 这样就很棒 很完美了 懂意思吗 下一班车半年后了 你不要在里面 灑等了 等半年了 疯了 下一班车什么时候发动 12月9号 这班车我做了三趟 34%把它放口袋了 这是一样 特别会员操作 普通会员做了22% 把它放口袋 做两趟 好不好 所以我们这档股票 光Oh my God这档股票 特别会员 40% 34% 74%把它放口袋了 时间多长 没有 就这样一点点时间而已 第一次20天 第二次也大概 这个半个月左右而已 那你这么短的时间 操作它 把这些钱放口袋了 这真的是很棒的操作 你不用浪费时间 等半年 天哪一档股票 让你等半年 然后跟你说后面要涨多少 你也不一定等得下去了 后面也不一定会涨 所以很简单 该进场进场 该出场出场 这实在太棒了 这种操作就太完美了 有没有 如果看变成周线就这样 就三个礼拜而已 你再太长也没用 你再等半年 对不对 这一段很快 你搭不上就没有了 好我们刚刚这一段讲 我们来讲这一段 好这一段就在这里 这一段你不能买 半年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118 有了 没错 是不是三线又翻多了 这一天 这一天 节目上也有讲 12月9号 这一天 就是发动点 直接攻上了涨停板 真的吗 那接下来 9号 10号 对不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连续拉了 六根涨停板 到这边 七天 拉六根涨停板 七天 六根涨停板 怎么这么快 哪一段 就这一段 看到吗 这一段七天 拉了六根涨停板 发动点就在这里 这一天 这一天就是12月9号 到这边 所以你看懂这一天 看懂这一天 懂意思吗 就这一天 就12月9号 看懂这个点 到这边 后面这一段就是你的 这样懂意思吗 做股票其实就这样而已 该进场的进场 不该进场 你去 你这边等也没用 等半年 等半年就疯了 等半年 对不对 你再等半年 等半年就疯了 该进场的时候进场 这一段就是你的 这太完美了 就这一天 12月9号 就这个点 没错 好不好 电视节目有讲 12月9号有讲 我已经买进 已经攻上停板了 没错 所以我们说 做股票跟喝喜酒一样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我想每个人 都有喝喜酒的经验 12点准时入习 习帖这样写 一进去 等到一点半开桌 一包 可能包6000块 这包6000块 当然要吃饱一点 结果12点去 就磕瓜子 磕了一个半小时 快饿死了 快昏倒了 像我们这种胖子 比较怕饿 这边磕瓜子 磕一个半小时 瓜子都磕光了 菜还没来 真是 也不准时开洗 那有人幸运一堂 一坐下 菜端上 第一桌上菜了 那要喝文 怎么这么好运 你要参加喜酒 你就知道了 做股票就跟喝喜酒一样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你太早去没有用 那啥等 磕瓜子没有用的 很准时来 然后准时开桌了 这最棒了 好不好 让会员赚到钱 就是最好折扣 有一个粉丝说 老师我看你节目十年了 我在等你折扣那一天 看母亲姐 父亲姐 什么姐 看你折扣那一天 我来参加 让我看十年 你都没有折扣 你再看十年 也不会有折扣 那为什么需要折扣 我不需要折扣 为什么赵一铭 你不需要折扣 每个人在打五折 打对折 打什么折 让会员赚钱 就是最好折扣 有没有道理 那给你折扣 让你赔钱有用吗 亏起给你加一倍 让你赔一百万 有用吗 没有用啊 不是吗 你要一个赚钱的折讯 要一个赔钱的折讯 很简单嘛 那最后你一定要赚钱的折讯 赚钱的折讯 不会有折扣 不一定有折扣 所以你看十年没有折扣 你再看十年 也不会有折扣 等于是吗 那你想想看 为什么别人都需要折扣 我不需要折扣 你去想想这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去买LV 都没有折扣 从来都没有折扣了 一进去一个包包 十万起跳 好不好 不会有折扣了 好东西不一定有折扣 可能都没有折扣 获利永远是 检验投资的唯一标准 那你赚钱最重要 其他都多谈了 懂意思吗 如果像这样一档股票 74% 而且不会浪费很多时间 最净化的时候进去 该出来就出来 这太棒了 这太美好了 你不用这边浪费时间等半年 哇 这个太棒太棒了 对不对 这就是你想要的 对不对 所以很多留言 为什么YouTube都关了 你想想看 为什么很多YouTube留言不敢开 赵亦铭的YouTube 从来没有关过 有时候我会做错 有啊 难免啊 做错 做错给你骂 不然怎么办 当然你做对的时候 要来夸奖我 如果你做对都不夸奖 你做错就要骂 这个我也不认同 不是吗 为什么很多人 要把YouTube留言关掉 都我们骗了 鬼扯 乱骗 对不对 唬烂 股票买一堆 对不对 买一堆总会有涨停板了 涨停板那只讲 剩下十几只都不讲 那你参加 永远在赔钱 你当然生气 你当然会去留言 骂啊 赵亦铭的YouTube留言 没有关过 那反过来 如果你看YouTube留言关了 你就不用看了 那个真实性就很可疑 可能是真实性 是非常非常低的 好不好 不是每天都有行情 当列入出现 我能够第一个通知到你 这是非常重要的 懂意思吗 我想过年到了 每个都希望手头宽一点 那你有没有手头宽一点 我知道我的客户手头都很宽 因为他们最近赚了不少钱 好 那我们看第二个一段股票 大力光 这一段股票真的很可怜 台湾的股王 从5000多跌破2000 这一段跌了3250块 一张如果你买一去 赔到325万 325万 跌了3250块 天啊 那如果买进去第一个跌325块 跌325万 第二个一张不是十张 一张就要赔到325万 那另外时间你要套一年半 套一年半 然后又赔325万 一台宾室都不见了 快你就疯了 所以该进场的时候 你不该进场的时候买进去 赔钱又赔时间 对不对 该进场不进场 天啊 这好棒 这一段好棒 所以这一段一定要避开 所以这一段 我一直跟你讲 你不要去买大力光 你不要去买大力光 你买也没有用 准备赔钱而已 当买点出现的时候 同志编 你看得懂吗 你看不看得懂 我不知道 赵一鸣你看得懂吗 你可以问我 赵一鸣这一段你看得懂吗 我看得懂 所以我有讲 就这一段 请问这是一个最漂亮的买点 这一天12月17 这一段都不能买 你买进去赔死 我跟你讲 这一天12月17号 我没跟你讲 今天当然不在这 已经到这里了 这一天 就这一天嘛 12月17号 没错嘛 我跟你说 半年来最漂亮的点 12月17号 三线判多 赵一鸣真的有讲吗 买得早 不如买得早 你太早买没有用 一张赔300万 好不好 真的有讲吗 有啊 YouTube留言 YouTube里面的社群 里面有这张图 这张图是礼拜天发的 因为17号节目来不及讲 这17号 19号礼拜天发了 我想一定要发出去 因为节目来不及讲 所以我把它发出去 YouTube的社群 你会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就19号发的 19号就礼拜天 因为实际上节目 内容图卡太多 来不及讲 那礼拜天 我把它发出去了 礼拜一 电视节目就讲 有没有 有啦 礼拜一这天是拉回 这天是拉回修正 我电视节目有讲 这个买点已经到了 很漂亮一个买点 这叫什么 买得早 不如买得巧 他也只要买进去套一年半 赔325万 这样买点出现 不要上去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功力 你有这样的操盘实力 你看人生会多美好 天边就会出现一套彩虹 有没有道理 好不好 来 会演11月份的操作 很顺利 13笔 每笔都演 71块6 把它放口袋了 71块6 是71万6 快100万了 100万大概这样 71万6 放到口袋 不一定放得下 71万6 这个很厚 你看多开心 好不好 12月也蛮不错的 总共操作 24笔 错两笔 平手一笔 其他都对 对的扣到错的 86万多 如果一次实际的话 所以我们这两个月 我们光这两个 158万把它放口袋了 你看我们的会员 又被过得非常地开心 他们在股市里面 就看到很多的风情 如果你在股市坐影 就是欣赏风情 到处看到这漂亮的风情 你很期待 明天赶快开盘 一开盘又好心情 对不对 那有些人是害怕开盘 甚至收到老师讯息 他屁屁错 我到底要不要跟 一直想一直怀疑 我到底要不要跟 我跟后背又赔钱 那犹豫不决 为什么 我们的客户收到讯息 不是这样 有些人收到讯息是 想一下 看一下 分析一下 研究一下 再给棒解留 回来再想一想 我的客户是一收到讯息 马上就行动 咻 然后马上就拉上去了 他们都不用分析 也不用研究 也不用再棒解留 都不用 因为这样都来不及了 马上就拉上去了 那你想为什么 这就是原因 因为他知道 我带他们的股票 赚钱机会很大 懂意思吗 股市最安全度就是跟赢家同行 没有别的办法 好不好 看YouTube的 你可以搜寻张雨鸣分析师 关键搜索去按订阅 用LINE你可以用 小老鼠A25006999 这是我的ID码 加入之后 记得订阅 发一个讯息给我说 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电话姓名 留一个姓就可以了 你有什么股票问题 一并留下来 在我们会尽数回答你 我们来生意交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张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讲题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2022年是最诡谀多变的一年 因为今年的变数 非常非常的多 哪些变数 美国FED要升息三次 台湾在做什么 台湾在打炒房 台积电要扩厂 到处扩厂 日本 美国 台南 台中 高雄 原来的组合厂 道处扩厂 资本支出会超过1.3兆 当然是非常的可怕 一件事情 好 今天的新闻说 台北市建商发生 愤怒的愤 愤提又大问题 太生气 给他们打房 限制很多 比如说你的融资贷款 可能只能事成等等 所以他们就很生气 所以提问 你这样搞我们会死掉了 所以状况很多 观众回应说 我限制你 没有违反宪法 所以你看 找得很热闹 那我们台积电到处盖厂 他一座厂要 套位台湾8%的典礼 盖下去 你看问题就来了 所以郭台铭说 今年会缺电 这有道理的 平价手机要出来 iPhone要出1万块以下的 全球要盖32座晶圆厂 所以我们说 这个今年非常热闹 操作难度 当然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高 台积电自门之处 大暴增 我们刚才讲话 超过1.3兆的资金要支出去 台积电一年大概赚6千亿 好 那我们看联电 台积电讲过了 昨天讲过了 联电呢 台积电要涨 是不是联电也会涨 好像没有 这隔绝还是不对的 那如果你买了 你可能就套四个月在这里 动弹不得 好 那我们大盘已经涨了 包含今天 已经涨了3520点 去年加这三天 所以涨了非常非常多 创历史新高 操作难度 当然就会很高 所以你要怎么操作 我们看一下 成交值盘榜 上市上柜 好像没有焦点 你看完之后好像 这个量大 也没有什么特别掌势 有啦 就像这个 鸿海集团的 那个华� 其他好像都没有亮灯了 感觉上怪怪的 所以目前的盘面 操作难度是相当的高的 好 那我们的股市里面 操作两个很大忌讳 第一个叫纸上谈兵 第二个叫闭门造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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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讲闭门造巨 好不好 好 有人晚上想千条路 我要怎么做 我要怎么做 我要怎么 有很多想法 都是想法 晚上睡觉说 你输钱了嘛 睡不着一直想 等天亮的时候 早上是这样 又去走原来的老路 又去看报纸 又去听消息 又去看连线 所以投资人 说真的是很苦恼 应该怎么成为赢家 好 那我跟你讲 不要避免造巨 那我们这个故事 来讲避免造巨 我以前嘉义高中 一个篮球老师 叫王菲 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老师 教篮球的 那王菲也说过 很有名的话 他说 就算你在篮球旁 搭帐篷住十年 住在篮球场旁边 搭一个帐篷 那边练十年 你也不会成为篮球国手 那有一个 比较会打篮球的东西 就问 王老师 为什么 老师就跟他说 因为篮球是团体活动 你要传球 你要接球 你要闪人 你是在那边 练练练有个屁用 你等上场的时候 你等一下躺在前面 你要投 你怎么投 你要给你嘎下来 盖火锅下来 所以篮球是传来传去 闪躲什么 对 不是你自己一个人 在篮球场练 你投的很准 那个没有用 就他说 你就算在篮球场 搭帐篷住十年也没用 你也没办法成为国手 方法要对 方法错 没有用 你练十年都烂毁掉 好 这个人叫北港六尺寺 北港六尺寺的单手巨人 对不对 很有名 我们学生的时候 国小的时候 这个很厉害一个人 陈正行 他可以让游览车 上面站满人 让压下去 他在这里 然后放站板 然后游览车从轨道 这样走过去 然后他可以这边 压在这里 还可以唱歌 刀刀二狗翻公 他们唱歌 很厉害 气功很厉害 对不对 好 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 站板 十几个人压在上面 压在这里 这个人是我 电视台采访 十年前的事情 这个 差一点成为六尺寺 相关的这个 他还是要站板上 然后压在这里 这其实 要很多的气功 不然会被踩死 那我的教练 我老师跟我讲一句话 他就说 他是图老师 图金拳 他跟我说 练中时 看要练对你 时间点要对 你练时间点不对 你练一年都没有用 所以方法技巧是有 你没有方法技巧 你没办法练成神功 像这就是我练成的 一部分的神功 这可以阴掉 八十公斤 这是我当时拍的照片 好 照片一样 都是101块 你看有人拍这么漂亮 有人拍像火灾一样 为什么 方法技巧不一样 你没有方法技巧 当然就跟火灾一样 懂于是吗 这张照片是我拍的 三十年前拍的 当时得到第一名 到现在没有人拍得出来 这张照片在这里 这是报纸当时登出来的 三十年前的报纸 很古的 这是民国八十年 民国八十年 7月27号的报纸 有没有 这张照片就在这里 就这张 这张照片就是我拍的 就在这里 有没有 有人说老师 你只有一张而已 其实我很多照片 这个也是 你看这立与美的结合 多漂亮 拍的多美 攻击点 一个人这样连续动作 多漂亮 我这种照片我拍很多 但说真的赚不到钱 好 那我们看这个也是 这是张永兰 你看这张 我觉得是零分 根本没有攻击点 他走过去 转身要打球 拍要打过 影像不清楚了 攻击点都没有了 攻击点都没有 怎么会照片中有了 你看这很糟糕的照片 像这样 按才是一百分 对不对 有方法有技巧 没方法没技巧 对不起 没有用 时间不够了 你要往拜卫生很简单 隔除一切坏习惯 找到对的人 找到对的人 用对的方法 你才能够成为 真正的股市赢家 懂意思吗 只上台兵是没有用的 好 时间的关系很多 我没办法讲了 来 我们就只能讲有用的部分 马斯克 因为特斯坦要暴增 他股价又 身价又变成 他不得了 世界守护 一天就增加三千 三百多亿 他目前增加三千三百亿 好 挪威 电动车 百分之65 电动车 电动车 时间的关系 跟你讲要做主流 要做这些主流 对不对 都跟你讲过了 四大主流就在这里 对不对 马斯克为什么能够成为 世界首富 赵海铭做这些股票 都是相关的题材 11月份71.6 12月份86.4 赚的扣掉赔的 总共加起来 两个月158 这就是赢家的表现 拿得出来 真的 那就真的 不是纸上谈兵 纸上谈兵是没有用的 用对的方法 好的工具 找回你的尊敬跟财富 有没有道理 跟股市里面最安全的 就是跟赢家同行 好不好 我希望你在欣赏 股市里面的每一片 漂亮风景 因为你做对了 懂意思吗 来 赵海铭分析师 YouTube搜寻 小小小鼠A25006999 这是LINE的搜寻 你可以加入 留下电话 我会尽数回复你 把声音交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内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家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朋友应该要 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